街頭推廣被拒絕的機率原本就高 不過慈濟人依然笑容迎接正面而來的每一位行人 笑容除了是祝福也是一份好園 志工更希望大家一起來吃素救地球 德國慈濟志工把握姻緣 受邀請到百部公司介紹私房蔬食料理 現場對於不同宗教人士的疑慮 志工耐心解說 讓大家對於減碳行動更加靠近 也願意簽署響應111世界書省日 大愛新聞之下美志工林美鳳 余永剛 德國報導